各位法师慈悲,各位灵友,大家好,南无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继续山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所以还是一样,我们还是继续龙树菩萨的净土宗教理 在开始之前,我们可能先稍微温习一下上次讲到的部分 龙树菩萨就有说,如果大家还记得 这是上次我们学习到的法语 你看,菩萨就讲 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益 路道不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 就是说,佛教虽然说有无量无边的法门 但是就有分成困难还是容易的 要像我们讲的交通工具一样 如果今天是靠我们自己走路,就会很辛苦,就是会很困难 那如果说,我们讲今天坐船还是坐车的话 就会很安乐,也就是容易的 所以这是代表说,虽然每一个法门都能够解脱成佛 但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分困难跟容易 就好像你走路跟坐车,虽然都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 但是过程它就有分成幸苦跟安乐一样 所以其他法门南行道就是苦的 异行道就是乐的 就是龙树菩萨这里所讲的 路道不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 那我们继续今天继续看了,我们翻开是13页 菩萨道亦如是,过有情依静静,过有以性方便 异行即是阿伟约,是指菩萨道亦如是,前面是批律 下面说明菩萨道像世间道,有难有异 过有情依静静,要比阿罗汉义被静静,要经过无量长的时间 艰苦修行,要修行种种难行,终度还会脱落,这个不容易 你要情依静静,这是难行道 也就是前面讲的,终于举三千大千世界 过有以性方便,异行即是,阿伟约自主 性是方便,首先要相信 佛法讲性,金土法文更加强调信心 阿伟约经理就讲,难信之法,以性方便 你没有信就没有这个方便 能够相信有这个异行道 能够信顺不能,与优能极致 快速低,刚达不退传地 亦不然即,不久之不过 这个以性方便,异行极致的法文是哪个法文呢? 龙树菩萨在下面就说出来 他的核心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因为我们前面一段是刚才看到 就上一世所讲的 就讲到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益 所以如果说结合这一段的话,就是说 其实佛门的菩萨道并不是只有一种而已 佛门的菩萨道,所谓的菩萨道 它是有分成困难的菩萨道跟容易的菩萨道 困难的是怎么样呢? 困难的菩萨道其实就是其他法门的 菩萨说其他法门困难的菩萨道是要勤行精进的 为什么要精进呢? 因为各位还记得说 其他法门的难行道是要怎么样的 就是所谓的诸九舵 诸九舵 所以其他法门困难的菩萨道难行道 就是诸九舵 就是要修很多 要修很久 而且还会有堕落的风险 所以 在其他法门困难的菩萨道 要克服这三个困难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精进 就要特别的精进 其他法门就是要强调精进的 你看 菩萨怎么讲是勤行精进 不只精进 还要勤行精进 精进已经够勤劳了 所以就来加上勤行精进 因为这不是一下子弃天 或者弃死天的精进 而是一直不断的精进就对了 所以上次有看到龙世菩萨 接着有说有昼夜精进 就是你白天晚上都要精进 而且还要不惜生命 就是说你要聘使命的精进 而且还要如旧投然 就是说你不能等的 你就是要立刻落实的精进 你不是说我退休以后再精进 我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如旧投然的 这是当下的 所以龙世菩萨说其他法门困难行的菩萨道 要勤行精进就是这样 是非比寻常的 有人讲为什么说要精进到这种地步 都不能停一下 懈怠一下或者偷懒一下吗 各位其他法门能不能偷懒一下 当然不可以 为什么呢 就因为其他法门的 这个男性的菩萨道 就是要诸久舵 就是要要求修很多 修很久 而且还要防止会退舵 那你想想看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讲 其他法门不精进 又怎么能够解决呢 各位今天你要怎么样呢 才有办法修很多 就是要精进嘛 是不是 那今天呢 你要怎么样呢 才能够完成呢 这个累劫的修行 还是要精进吗 那你如果 怎么样呢 要防止这个退舵 还是一样的要精进 所以呢 其他法门的菩萨道啊 讲的诸久舵 他唯一解决的方式 就是呢 要精进 而且是聘使命的精进 不然呢 就是不可能能够成功的 是吧各位 你有看过其他法门的大修行人 是悠哉悠哉啊 赐喝玩乐啊 就这样子成就的 那不可能啊 都没有的 所以其他法门 这个男行的菩萨道 肯定他是要非常认真精进 才有办法成就 就是菩萨所讲的 情行精进啊 才有办法成就 这是其他法门的 男行的菩萨道呢 就是这样 这个是困难的这个菩萨道 其他法门的菩萨道 就是诸久舵 他就是要精进就对了 不然呢是没有办法克服 这个诸久舵的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看这个容易的菩萨道呢 是怎么样 你看龙树菩萨说的 或有以性方便 异行即是阿为悦至者 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讲的是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呢 就是容易的这个菩萨道 容易的菩萨道呢 是不需要呢 像其他法门啊 这么精进的 为什么呢 因为龙树菩萨说 容易的这个菩萨道啊 就是只要呢 你要信受呢就行 有些人呢 可能很难明白 为什么说哎呀 只要信受呢就行 其实呢 我们继续看呢 我们上一次有学习到啊 这个龙树菩萨 所讲的这个交通工具的比喻啊 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些了 为什么说呢 这个容易的菩萨道呢 只要信受呢就行 我们看菩萨说的 因为难行的这个菩萨道啊 就好像这个走路嘛 那走路你一定要精进的 你不精进 你怎么可能能到的了 但是容易的菩萨道呢 就不是哦 容易的菩萨道呢 你看龙树菩萨比喻说呢 好像坐船一样 或者现代叫做坐车啊 或者坐飞机一样 那各位我们想想看 坐飞机 需不需要啊 我们乘客的这个精进呢 难道说你精进一点 然后飞机就飞快一点呢 哇那你的飞机不是怪怪的 当然不是吗 你坐飞机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肯相信肯接受呢 就行了 对不对 我记得哈 我小时候呢 我听到呢 家里的这个老人家 他们都不敢坐飞机的 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呢 坐上去都不知道说呢 会不会掉下来的 哈 所以老人家一辈子 他都不敢上这个飞机 那我们这边也是有很多老菩萨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看的 哈哈 所以你看 他们就是很怕飞机掉下来啊 所以一辈子不肯上这个飞机 飞机要飞到目的地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简单 非常轻松的 但是为什么老人家呢 还是不能得到这样子的利益 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嘛 哦 就怀疑说呢 这个飞机呢 会不会掉下来 所以始终呢 就是得不到呢 这个坐飞机的利益 所以容易的菩萨道呢 就是这样 因为呢 我们讲容易的菩萨道 就是只要呢 愿意信受呢就行 你看龙顺菩萨所讲的 以信方便 一行即至 违越至者 所以其他法门的南行道 是需要精进的 因为他都是靠自己来修 那容易的菩萨道呢 就不需要那种精进 因为呢 是靠他力 靠他力的你只要信受呢就行了 所以龙顺菩萨呢 虽然一开始呢 只是讲到南行道跟异行道 没有直接讲到自力跟他力 但是从这里的时候啊 就慢慢开始呢 有这个所谓啊 靠佛力靠他力的这个思想了 尤其他举出呢 这个交通工具的比喻 哎 开始引发说呢 这个后代呢 有靠他力的这个思想了 因为做交通工具 你就靠他力靠佛力嘛 当然也有人说 龙顺菩萨都没有讲说呢 这个容易的菩萨道是念佛啊 你看他只是讲性方便啊 他都没有讲呢 性方便呢 是什么 哦 那怎么说呢 这是念佛呢 其实哈 这个方便呢 指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进一步呢 他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经证的 我们来翻开 圣教集230页 这是呢 坦然祖师的这个往生论著 这个坦然祖师怎么讲的 一行道者 但以信佛因缘 愿神净土 成佛愿力 愿得往生比亲净土 都有看到哈 先要说明哈 这是出自呢 我们呢这个净土中的主师 坦然大师的这个开示 坦然大师呢 是属于呢 这个龙顺菩萨的这个弟子 也是善导大师的这个师公 哦 所以他可以说是中国净土中啊 这个地位的这个主师 坦然大师 我们看坦然大师是怎么讲的 他说 一行道者 但以信佛因缘 坦然大师呢 他是引用呢 龙顺菩萨的一行道来讲的 所以才说一行道者嘛 但以信佛因缘 那龙顺菩萨呢 是说什么 以信方便 坦然祖师讲呢 信佛因缘 所以信方便是信佛 什么呢 信方便呢就是信佛因缘 有看到这个关系吗 就什么是呢 这个信佛因缘 就是说呢 信佛因缘 佛的因缘呢 就是阿弥陀佛的因缘嘛 因为我们这里讲的呢 就是属于啊 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嘛 所以佛的因缘就是阿弥陀佛的因缘 那什么是阿弥陀佛的因缘呢 我们可以拆开来看的 佛的因跟佛的缘 各位阿弥陀佛的因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因啊 其实是在他成佛之前 在因地所发愿嘛 这就是当初阿弥陀佛的因嘛 那呢 阿弥陀佛的缘呢 就是阿弥陀佛发愿以后啊 他经过呢 造载永结的修行 所以有因 有缘 接下来呢 有什么呢 就是有果嘛 对不对 因加缘呢 肯定变成果 那什么果呢 就是成佛的果嘛 他有发愿 有修行 那最后呢 肯定能结成了这个成佛的果 那这个果呢 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嘛 其实佛呢 就是属于果 那阿弥陀佛当初的这个因缘 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加上他当初发愿过后 经过造载永结的修行 那这个简单来讲呢 尤其指的是阿弥陀佛念佛的第十八愿 所以呢 信方便呢 是信什么呢 就是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当初发的因地发的愿 加上他修行 最后呢他成佛了 所以呢 信方便啊简单来说呢 就是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呢 就对了 所以一般讲说 阿弥陀佛大愿传 或者讲说阿弥陀佛本愿传嘛 其实呢就是呢 从这个龙树菩萨呢 开始的 因为龙树菩萨呢 本来就是形容异行道 等于说是坐船 所以信阿弥陀佛呢 等于呢就是上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传 所以信方便 就是信阿弥陀佛的因缘 就是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只要呢肯相信了念佛这么简单殊胜啊 就一定能够得度 其实念佛来说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各位是不是 哪个人呢不会念佛的 给我举手看看 你还会举手的话 你等于就是会念佛嘛 你想想看 举手容易还是念佛容易 当然是念佛容易啦 你身体累了手都举不起来 你躺在哪里啊 举巴还是可以念佛嘛 所以念佛啊是人人呢都可以做得到的 不可能有人是做不到念佛的 所以遇到念佛唯一不能得度的 就是你不肯信受而已 所以像有些人呢遇到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度呢 就是因为不相信嘛 是吧 就来说哎呦哪有这么简单的 到底对不对的 尤其那位静本法师整天都讲的 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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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骗人的 所以龙世菩萨才说 或以信方便嘛 就是肯信受呢就行 你不信没有办法 因为念佛呢是容易的 那你遇到容易的不能得度的 唯一的原因就是你不肯信受而已 所以呢 信方便就是信佛因缘 佛的因缘就是阿弥陀佛的愿意呢就是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 警政也是讲到呢这个部分的 我们可以翻开呢 圣教集279页 还有一个证明呢是讲到这里的 这个方便呢是什么意思 其实呢 这个方便呢指的就是 是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依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真实 清净无量功德名号身 龙世菩萨讲的方便呢是什么 其实呢就是阿弥陀佛哦 如来方便庄严真实啊 清净无量功德的名号 所以龙世菩萨呢 讲的这个方便 其实啊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这里的方便 其实呢 可以指的是阿弥陀佛的愿意 同时呢也是可以指呢 就是呢 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 其实是一样的 阿弥陀佛的愿意呢 就是因缘 佛号呢是果 那因缘果啊 本来呢就是一体的 所以信方便呢 就是信阿弥陀佛的愿意 也就是说呢 信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 其实呢 佛们讲的方便呢 是有很多意思的 但是呢在这里呢 简单来说呢 这个方便指的就是 佛度众生的方式 度众生的方法 佛度众生的方法 佛度众生的方法就是方便 那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呢 是什么 就是让众生念佛得度嘛 所以呢 就把佛号 跟阿弥陀佛的愿意呢 称为方便呢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或有以信方便 一心即是阿弥陀佛之者 就是这样 就是信阿弥陀佛的救度 信这个念佛 就可以容易快速 保证到达这个不退转 阿弥陀佛呢 就是不退转的意思 这一段还有一个小补充 就是刚才呢 一个连友也是有提到的 他说呢 师父在这里有提到呢 这个男性之法 这一句话在这一段呢 只是附带讲的 好 男性之法呢 师父在这里讲的 并不是这一段的重点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 看过去就好 因为呢 佛讲的男性之法 其实呢 只是为了形容 念佛法门是特别的殊胜 就殊胜到 我们讲成语所讲的 难以置信 就是遇到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才会讲的 所以男性之法 他只是为了形容 念佛法门很殊胜而已 但是呢 并不是呢 要我们整天呢 就跟人家讲 男性男性男性 如果你整天跟人讲 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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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男男男男的 我跟你说啊 这样就没有人会来念佛了 那时序呢 念佛法门啊 这个异行道的特色了 所以呢 龙树菩萨就是这么讲的 你看龙树菩萨讲什么 他讲异行品嘛 虽然说佛说呢 念佛法门呢 是男性之法 但是那只是一个呢 形容词而已 所以龙树菩萨解释的时候呢 他就讲异行品 他没有讲呢 男性品 他讲异行品 要突出这个异 而不是突出这个男 如果男的字呢 真的比较好的话呢 那龙树菩萨 应该叫做男性品了 而不是异行品了 是不是 男性品呢 跟异行品 其实是一样意思的 但是呢 龙树菩萨呢 还是用异行品的来介绍 因为如果说呢 像刚才所讲的 你整天跟人家讲男的话呢 你会让人家产生的 念佛法门呢 是很难的这种想法 那你整天讲容易 就不一样了 你介绍念佛法门的时候 这异行道啊 都是容易啊 都是异意的 你会让呢 这众生呢 感觉说呢 这个很清静 念佛法门呢很容易 所以我主要讲这一段 顺便带过去呢 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要注意这个介绍的用词 不要整天呢 突出这个难难难 你要跟人家讲的是异意才对 那这一段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从这一段龙树菩萨的开始啊 我们知道说呢 其实呢 菩萨道呢 原来呢是有两种的 我们呢 一般人都以为说 菩萨道呢 只有一种 但是现在呢 这个菩萨道呢 竟然呢是有两种的 我们看龙树菩萨呢 就是这么说的 菩萨道啊 一如是 会有情形精进 会有疑性方便 一行即是阿维悦智者 所以不是说呢 像一般人呢 听到这个菩萨道 就认为说呢 是那一种啊 一定要舍身未虎啊 割肉未银的才算 你就算不能做到啊 那一种呢 难行的菩萨道 其实佛门当中呢 还有另外一种啊 容易的菩萨道 就是念佛的菩萨道 我们看龙树菩萨 就是这么说的嘛 菩萨道呢 一如是 或有疑性方便 一行即是阿维悦智者 所以这个也是菩萨道啊 我们想想看今天呢 如果说走路呢 是一个方法 但是坐车也是一个方法嘛 你不能说呢 坐车很容易呢 你就不承认呢 这个坐车的方法的 对不对 因为你辛苦走路 你可以到 但是容易的坐车也可以到嘛 而且是更容易到呢 所以菩萨道呢 就是这样 其他法门辛苦的菩萨道 可以达到不退转 解脱成佛 是对的 但是念佛法门容易的菩萨道 同样也是会不退转 同样也是可以到净土呢 解脱成佛 同样也是对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就算念佛很容易呢 但同时呢 他也是呢 一种菩萨道呢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哦 真的像一般世俗人所讲的 外行人啊 看热闹 内行人啊 就看门道 龙树菩萨就是内行的人啊 哇 一看到佛所讲的这个念佛 就知道这是一种菩萨道 它是念佛的菩萨 是异行容易的菩萨道 跟其他法门南行道的菩萨道呢 是不一样的 一定呢 会有不同的啦 因为讲到走路跟坐车 虽然说 都同样呢 是一种呢 方式 但始终呢 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毕竟呢 我讲啊 坐车啊 这种呢 还是比较容易的 是相同呢 容易的念佛的菩萨道啊 跟其他法门 困难修行的菩萨道 也决定呢 会有不同的地方 那困难呢 你就是要精进啊 那容易的就是要念佛而已 困难的就是很辛苦啊 容易的就是安乐轻松 所以你不能看到说 这个念佛人呢 有时候可能是一些老人家 张开嘴巴念佛呢 好像什么都不会啊 这么简单就看不起人家 哇 你要知道啊 人家在那里念佛 在佛菩萨的眼里啊 是特别的菩萨 那是不一样的 那也是菩萨道啊 念佛呢 就是菩萨嘛 那大家要不要说说看 这个净土山经 有没有哪一段 他是讲到说呢 念佛人啊 就是菩萨 这样子类似的这个经句 在《观五量寿经》 有提到 若念佛者当之此人为人中 分陀利花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为其圣有 当作道场 作诸佛家 好 所以呢 确实呢 是这一段 这是初次呢 《观五量寿经》 可以翻开呢 《圣教纪一八一页》 你看佛就说 若念佛者当之此人 只是人中分陀利花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为其圣有 当作道场 身诸佛家 佛就说 念佛的人啊 就是人中分陀利花 各位你们知道 分陀利花是什么意思吗 分陀利花 是在佛经里面 用来赞叹佛的 那现在佛呢 竟然用来赞叹这个念佛人 那代表说呢 这个念佛人很稀有啊 也是走在这个菩萨道上 而且你看佛还说 大菩萨呢 会成为呢 念佛人的这个圣有 各位 朋友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啊 通常平辈的 才能够成为朋友的 那观世音菩萨大师 是菩萨呢 是我们念佛人的朋友 那为什么呢 因为念佛人也是菩萨嘛 他是走在异行道的这个菩萨 所以呢 同样都是菩萨嘛 才能够成为这个圣友嘛 朋友嘛 只不过呢 人家是大菩萨 我们是小菩萨啦 好像人家是大哥哥 我们是弟弟妹妹一样 那都一样的 都是呢 始终走在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路上 所以呢 这一句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呢 金句的证明 其实念佛呢 就是一种菩萨道呢 就是这样 不然怎么可能敢责说 人中分陀利花啦 菩萨呢 来护念这个念佛人啊 当念佛人啊 最殊胜的朋友呢 所以呢 我再看回大大师净土实想四十三页 就回到刚才所讲的这个菩萨道 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去跟人家炫耀 你看你看 佛说我是人中分陀利花 菩萨说我是菩萨 哇 你这样讲的话就太奇怪了 哈哈 主要呢 我们看到龙树菩萨这么说呢 是给我们安心的啦 就给我们肯定 就说呢 我们念佛啊 这条路是呢 如法的 是对的 是能够成就的 如果你是变成了一种炫耀 整天跟人家说我是菩萨 我是菩萨 我是菩萨 反而不念佛的话呢 这就点倒了 哎 我们是要务实不务虚的 哈哈 就只要肯定呢 我们这样子念佛呢 决定呢 能够成就呢 就是 有一个脸友问 师父我好像听过分陀利花呢 有些说法呢 是白莲花 白莲花呢 可能呢 是其中的一个意思 不过呢 如果根据呢 这个佛经来讲 分陀利花呢 往往呢 都是来赞叹呢 这个佛陀的 而且上好大师的解释啊 他也不是从这个莲花的颜色呢 去讲 如果把分陀利花只是单纯的 讲到白莲花的话呢 好像呢 就有点的意思的不够了 上好大师说 是人中好人 人中妙好人 人生稀有人 人中最胜人也 这就是分陀利花的这个意思 所以分陀利花呢 其实就是呢 对这个念佛人啊 极好的这个赞叹啊 好像刚才所讲的 有一个脸友问说 静本法师 我看呢 一行品啊 在说阿弥陀佛之前呢 也说出很多佛菩萨的这个名号 我读到这里 就有一点疑惑 请师父开示 所以这位脸友说呢 诶 龙树菩萨也是有讲到其他的佛号啊 怎么呢 只有讲到念南麻阿弥陀佛 其实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的时候啊 龙树菩萨呢 介绍这个一行道呢 要把它呢 归结到啊 这个念佛呢 是有一个过程的 因为呢 今天只要一行道呢 是单单念佛呢 就可以呢得度 这样子的法门啊 其实呢 对于呢 整个呢佛教界来讲 可能呢 是一个呢 很震撼的这个消息 因为一般人呢 可能都是苦行苦修的 你现在突然说呢 讲到啊 单单念佛啊 就可以呢得度 还这样子的法门呢 会让人家呢 太过的惊讶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龙树菩萨 并没有直接讲出阿弥陀佛 他先介绍说呢 其实念佛法门呢 是很普遍的 他说十方世界呢 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呢 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 他讲完了那些啊 最后呢 才把阿弥陀佛呢 推出来 其实呢 他是用那些呢 来引导众生呢 要信受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呢 才是 我以前有讲过呢 这个例子 这就好像说 有一个人啊 跟你卖东西 他卖你东西的时候啊 尤其卖保险的人 抱歉啊 如果连有人做保险的话 不好意思一下 借用你们的行业 比较不好的来讲 卖保险的人 他不会一开口就叫你买保险的 各位是不是 他会跟你东扯西扯 扯到最后 但是最后的目的 他就是要让你跟他买保险 就对了 但东扯西扯呢 那不是目的哦 讲其他的都不是他目的哦 他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跟他买保险就是了 是不是 所以卖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是这样 他讲一大堆东西 那些东西呢 不是他主要的目的 他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呢 为了推广最后啊 还要卖给你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 最相同呢 今天龙顺菩萨呢也是 他今天呢 讲其他世界的这个念佛法门 但主要来说 最后啊 他还是要把阿弥陀佛呢 推出出来的 他就是要跟大众说 其实念佛法门呢 是很普遍的 十方世界呢 哪一个地方呢都有 但是最后呢 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的法门 是最简单 是最出胜 包括呢 他自己也念的 所以如果说 大家有看这个异性品的 没有看的 就比较好了 没有这么乱 看了以后呢 可能有点乱的 我现在可以跟你说 你看啊 他讲其他的这个诸佛菩萨 其实龙顺菩萨呢 只是带过而已 但讲阿弥陀佛呢 是占了整个异性品的 这个大部分 而且呢 讲其他诸佛菩萨的时候呢 其实龙顺菩萨 也没有说呢自己有念 但是呢 他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啊 其实龙顺菩萨说呢 他是自己唯一一个佛号还有念的 就是南麻阿弥陀佛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说呢 他介绍其他的时候呢 只是一个方便 最后呢 他是要把阿弥陀佛呢 那么凸显出来的 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卖东西的例子一样 尤其是一个新产品 新产品的时候 他通常呢要 给你有信心啊 买这个东西啊 通常会说 哇你看哦 这是美国人有用的 这是英国人有用的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有用的 但是他跟你讲美国人有用 不是要叫你去美国买呢 他是要你跟他买才对 所以今天的龙顺菩萨跟你说呢 其他世界的都有这个佛号 但是呢 那只是一个方便的营道 最后呢 他是要把阿弥陀佛的念佛法门 推给你的 推给大众的 因为呢 这个也是龙树不善呢 唯一的选择 而且在法界当中啊 阿弥陀佛呢 本来呢就不一样 阿弥陀佛呢 本来就是佛宗师王 他的法门啊 可以说呢 是最简单最殊胜 可以广度呢 这个十方众生的 好 我们翻开呢 44页第三堂 5 本院称名 就像戏剧表演一样 前面演了很多 都是序幕 主角还没登场 现在登场了 谁是主角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法门主角只有一个 其他都是配角 一切诸佛 诸大菩萨 都是配角 主角出来了 阿弥陀佛本院如是 若人念我 称名至规 即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阿弥陀佛本院是这样 哪样呢 如果有人念我 怎么念呢 口念 就是称名 称我的名号 不是观像 也不是观像 也不是实像 而是念了我 称名 至规 口中称名 心中归命 即入必定 当下 立即 进入必定 必定就是不退转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成佛 重点来讲呢 其实这一段呢 是龙树菩萨整篇异行品 最重要的重点 因为呢 介绍到阿弥陀佛的部分 可以说呢 在异行品里面是最多的 而这几句话呢 就是当中 核心当中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龙树菩萨要表达的 异行道呢 是什么 其实到这里呢 才开展出来 就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念佛法门 也就是呢 龙树菩萨也是自己说 他所念的佛号 因为我们都知道佛号有很多种 但是龙树菩萨呢 自己所选择的 他自己说呢 他常常念的 其实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所以真正的异行道 其实讲的就是念佛法门 我们看这一段 其实文字不多 但是已经给我们带出很多阿弥陀佛的讯息了 菩萨说的 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若人念我 成名至规 己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龙树菩萨所讲的 简单来说 阿弥陀佛的根本大愿 就是如果说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当下就可以得到不退转 最后可以得到成佛的结果 那如果说你要简单来解释的话 这一段就是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一句一句的来看 第一句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其实这是让我们认识到阿弥陀佛的根本 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要认识阿弥陀佛 其实是要去哪里去找答案呢 各位 认识阿弥陀佛去哪里找答案 认识阿弥陀佛肯定从佛经当中去找答案 对不对 只不过现在佛经很多 所谓三上十二部 那大藏经这么多 到底要从哪里去找呢 各位大藏经这么多 要从哪里去找 这么多经 哦 有人挤出山 是啊 就是净土山经 对不对 净土山经就是专门介绍阿弥陀佛的 只不过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净土山经虽然说已经三本了 但是还是很广 如果一般人要这样子来认识阿弥陀佛的话 也不容易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做的 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一次 非常认真把净土山经 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的 对不对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没有看过 而且就算看了 我们也不确定说 我们真的能够看得懂 因为有一句话讲 佛法无人说 虽自莫能解 就是说你没有菩萨 没有祖师的传承解释的话 自己看得懂文字 但你未必能够看得懂佛的意思 所以你要用净土山经 来这样子直接认识阿弥陀佛呢 也不容易 净土山经还是很广 有没有更精华的 更精华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这是最精华的 但是说呢 还是对一般人来讲 四十八愿也不容易 四十八愿也还是很长 你真正从头有认识到尾的 我看你们有没有几个人 是不是 所以有没有更核心的 那就是有咯 就是龙树菩萨这里所讲的 就是阿弥陀佛本业如是 若人念我 成名至规 己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看 因为这是本愿 就是说阿弥陀佛最根本最根本的大愿 阿弥陀佛最根本最根本的大愿是什么呢 就是度我们念佛人 是不是各位 我们讲今天阿弥陀佛在佛教界 还是说今天在社会大众当中这么有名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向好庄严吗 是因为阿弥陀佛的苦心苦修吗 是阿弥陀佛的所谓的神通吗 这或许有一部分 但是讲到阿弥陀佛在佛教界的地位这么殊胜 主要就是因为有念佛法门 是吧 如果今天念阿弥陀佛不是这么简单殊胜的话 那阿弥陀佛跟其他的佛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不会说有这么有名的 你看包括一些社会大众可能没有学过佛法 但是遇到危险的时候 尤其讲危险还是很广泛的 尤其遇到撞鬼的时候 不知不觉阿弥陀佛自动就跑出来了 所以今天成就阿弥陀佛这一尊不可思议的佛 其实都是来自念佛 本来就是这样 那今天是龙树菩萨给我们确定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若人念我称名是归 要认识阿弥陀佛最直接最快最准的 那就是直接从阿弥陀佛的本愿来认识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其实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是怎么样的一尊佛 如果根本的本愿都不能代表阿弥陀佛的话 那什么能够代表阿弥陀佛呢 对吧 所以要认识阿弥陀佛 直接就从阿弥陀佛的本愿来认识 那肯定是没有错的 那各位 讲到阿弥陀佛的本愿是念佛 请问是四十八愿当中的哪一条愿 大家不能讲话怎么会用手笔啊 是啊 就是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因为第十八愿本来就是讲念佛法门的 其实就是龙树菩萨这个本愿取一文的这个来源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师父所讲的 龙树菩萨以这一段文解释 无量寿经中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言 这我的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 欲生我佛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诀 若人就是只要有人 任何人在解释愿文里的十方众生 不限任何人 念我称名是解释愿文里的乃至十念 乃至十念不是念别的 是念我阿弥陀佛 念我不是念我的法身 报身也不是念我的智慧向好 这件凡夫念不来 是称念我的名号 自归八字内心归命 头尘是解释愿文里的至心信要 欲生我佛 没有怀疑心 发起愿往生心 这叫自归 如果口中称名 心中不闺蜜 到底能不能往生 万一不能去怎么办 时刻准备更换法 觉得不保险 这样就是内心没有闺蜜 就是没有信心 记录必定 你只要念我称名是归 当下就往生决定了 当下就不退转了 这次解释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样的往生 不是等待多少年之后 不是等你快死的时候 而是当下就给你保证 好可以 这一段呢 为什么要讲出呢 这个第十八愿 其实是师父要证明说 其实龙树菩萨的这个本愿文 是出自阿弥陀佛的这个第十八愿的 就这一段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就是来自阿弥陀佛的这个第十八愿 而且大家可以自己对比看看 刚才师父有解释了 其实呢 他就说龙树菩萨所讲的是符合 阿弥陀佛的这个第十八愿的 所以虽然说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愿 虽然很多 但是龙树菩萨呢 已经给我们下一个定论 就是阿弥陀佛的根本大愿 最能够定义阿弥陀佛的就是念佛的这个第十八愿 我们来看呢 几个经证和主师的这个解释 就证明说呢 这个第十八愿呢 是属于呢 这个根本的大愿 我们来翻开圣教集九十六页 佛说其佛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 皆惜道彼国 自治不退转 我们看佛就说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呢 其实呢讲的呢 就是念佛往生净土 其佛本愿力嘛 闻名欲往生 所以简单来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第十八愿 可以看得清楚吗 所以四十八愿里面 你看佛就说他的本愿力呢 就是呢 闻名欲往生 就是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嘛 所以第十八愿呢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这就是一个经证 再来我们看 我们翻的有点多 我们来翻呢 七亿灵页 圣教集七亿灵页 这是出自啊 善导大师的这个观经试帖书 我先读 上来虽说 定闪两门之义 望佛本愿 依在众生 一向专称 弥陀佛名 有没有看到 所以善导大师也说 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其实啊就是一向专念的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里被称为 念佛往生愿呢就是这样 所以呢 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就是念佛是出自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再来我们翻开呢 四八四页 也是呢这个观经试帖书 就是呢这个善导大师的 四八四页 我要先来读一遍 善导大师就说 这是属于呢这个善导大师的开示 我们看善导大师就说呢 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愿呢 其实每一条每一条呢 都是指向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那一一愿言啊 那有些人呢可能看到很奇怪啊 明明第十八愿只有一条 怎么善导大师说 这是十八愿啊 全部都在讲的这个第十八愿 其实呢简单来说呢 是因为呢这个第十八愿啊是根本 它是属于呢大根大本 虽然这个大树 所有大树的一切呢 都是从这个根本啊所长出来的 它没有根的话呢 什么呢都没有了 所以相同呢 阿弥陀佛的这个第十八愿啊 是属于呢大根大本 是属于呢本愿 没有呢这个第十八愿的这个本愿啊 其实其他的愿呢 也失去这个生命了 各位是不是 如果今天你不能让这个第十八愿啊 念佛众生得度的话 你讲极乐世界再好有用吗 那统统都没有用了 是不是 他都不能得度的 你讲的多好的都去不了的没有用了 所以呢 第十八愿啊 是十八愿的根本呢就是这样 可以说呢其他的愿呢 都是为了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而存在的 这沙尔大师呢讲了很多遍 你看像沙尔大师呢在法事战里面呢有讲 红世多门啊四十八偏调念佛啊 自己为亲 善导大师的观经书里面也有讲 五量寿经四十八愿中为名专念弥陀名号得胜 所以各位看看 善导大师就是很明确的说 虽然说呢有四十八愿 但是跟阿弥陀佛呢最亲的 就是第十八愿的念佛 因为第十八愿的念佛啊 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你看也有说呢 四十八愿当中呢都是在讲这个念佛 就因为呢第十八愿呢是本愿 所以四十八愿啊都在讲念佛 你看呢四十八愿中为名专念名号得胜嘛 所以根本的生命啊是属于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念佛的生命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所有四十八愿的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嘛 也就是说基本上呢一旦我们念佛的话呢 你其他四十七愿的愿力呢可以说呢通通都得到了 因为你根本得到了持他自然之具足了 所以找到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很重要呢就是这样 因为你找到根本啊那你其他呢一切呢都会有了 《证教集》呢九零五页 你看呢这上吾大师的往生理赞 其实呢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战佛记 我们一般讲的战佛记呢 其实上吾大师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战佛记呢 可以说呢是最圆满的 我来读一遍 弥陀身色如金山向好光明造实方 唯有念佛门光设当时本愿最为强 六方如来书舌正专称名号至七方 道笔花开闻妙法实地愿行自然章 各位看看有没有看到本愿的两个字 战佛大师就说你看阿弥陀佛的佛光啊 就是为了摄取南无阿弥陀佛的众生的 唯有念佛的众生呢才会被阿弥陀佛的佛光摄取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本愿最为强 就因为念佛呢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所以呢才会有唯有念佛呢才会被阿弥陀佛的佛光摄取 四十八愿当中呢其中一条愿呢是讲到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的 但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啊是摄取念佛人的 所以才说其他的愿呢其实是为了这个第十八愿服务呢就是这样 因为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呢是属于呢最根本的这个大愿 但有些人呢上次有一位佛友看到这一段呢他说很不公平 怎么唯有念佛门光摄 只有念佛呢才有佛光摄取 是很不公平的 其实各位啊这不是不公平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已经设定好的这个系统 你怎么能够讲不公平呢 要像这个政府他已经把这个水龙头钻到你的家里了 那你只要打开这个水龙头自然就有水了 是不是自然水嘛 结果呢有一个人看到呢就问说 哎为什么要打开水龙头呢才有水 我没有打开就没有水了吗 为什么呢你们这么不公平 各位啊这是不公平吗 当然不是啦这哪里是不公平 因为这是早就设定好的系统 你只要开水龙头最有水 这是本来就已经好的这个系统 人人有份啊 所以没有什么不公平吗 是你自己不要开水龙头才没有水 又不是政府不给你水 所以呢我们讲无理渠道啊你才会讲不公平 你愿意接受的时候怎么能够说是不公平呢 那相同呢有人说呢 只有念佛呢才有阿弥陀佛的佛光摄取不公平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早就设定好的这个愿力系统 你又念佛自然就有佛光 那你要佛光的话你自然就念佛就好了吗 那就有人说不公平 我不念佛怎么不给我佛光 就像刚才讲的我不开水龙头啊 还抱怨没有水一样 那就是无理取闹吗 其实不公平啊不是这么讲的 什么才叫做不公平呢 就是说今天别人念佛有佛光 但是我们自己念佛的时候没有佛光 你这时候才可以跟阿弥陀佛complain啊 投诉说不公平 那现在没有吗 现在是人人念佛人人都有佛光 唯有念佛门光 射当时本愿就有一墙嘛 所以阿弥陀佛最公平的 你谁念佛都给你佛光 最公平的就是阿弥陀佛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早就设定好 所以人人念佛通通都有份 再来最后一段法语这个比较短 我就直接读好了 这也是出自善导大师的法语 善导大师就说 德文弥陀本愿名号一心成念 所以善导大师呢 直接把南无阿弥陀佛取名为 本愿名号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回到呢 善导大师净土思想四十四页 这龙树菩萨呢 就说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若人念我成名之规 己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龙树菩萨呢 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确定下来呢 它意义是很重大的 因为呢 它是继承佛所讲的这个含义 同时呢 也给后代的祖师 还是我们呢 有一个依据 各位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不是普通人 现在是鼎鼎大名 我们讲释迦牟尼佛的传人 龙树菩萨 直接告诉我们说呢 阿弥陀佛的本愿 就是第十八愿的念佛 所以从此呢 不知道啊 让多少的众生 就这样子亲近了阿弥陀佛 也不知道呢 让多少的众生呢 可以念佛得度 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位 得到利益啊 可以说呢 都是从这个龙树菩萨 这个第一族啊 本愿开示啊 收到啊这个得度的因缘的 不然这么多 有些人真的很难找到重点的 那龙树菩萨 直接点出呢 阿弥陀佛的本愿啊 就是呢 这个念佛呢 有脸有问 师父南无阿弥陀佛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听师父讲啊 这个无量寿经 讲无量寿经啊 其实是这样子啦 经典呢一般来说呢 都不大好理解 所以大家要有一点的小小的根基啊 才有办法很好理解呢 这个佛经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先打根基 先把这个根本呢 先抓住 抓得稳稳的 大家都懂的话呢 以后讲经典的因缘啊 自然呢 就会出现了 不然的话呢 大家什么都不懂 一开始讲经典的 大家也是听不懂的啦 所以大家要努力学啊 要多念佛啊 这样因缘才会成熟吗 都没有学的话 一开始讲到一大堆啊 都听不懂了 到最后就变成两个人了 就是我跟你而已 其他人都不听了 因为经典来说 我们现在学习啊 这个净土宗呢 有一个过程的 我们要先把根本的这个重点呢 先抓住 比如说龙树菩萨的教判啊 坦然道错善导啊 每位祖师的这个重点 先好理解呢 这个净土宗呢 是怎么样的 慢慢呢 我们才会朝向呢 这个经典呢去深入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学习呢 并不是一开始呢 从佛经开始学的 因为佛经呢 有时候呢 他的理论呢很深 我们必须从这个 处施菩萨的这个精华 先慢慢学起 往生这么容易 但是很多人呢 好像没有往生 你解释很多 一大堆没有往生的理由 其实是这样子 念佛法门呢 本来就是容易的 我们先肯定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念佛法门呢 因为这是龙树菩萨 所讲的疫情道嘛 所以肯定是呢 会让很多人呢 能够念佛得度 那至于说呢 他个人呢 有什么情况呢 不能往生 这其实呢 我们外人呢是很难讲的 因为信仰的东西呢 有时候呢很难说 虽然说呢 他说他可能有念佛 但实际上他有没有念佛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信仰啊 他是很难 外人呢是很难看得出的 但我们首先肯定 楼树菩萨讲的这个是对的 这才是呢我们要的重点 就像这个 英王大师啊 是古德所讲 今天呢我们既然肯定呢 念佛一定往生的话 那就算全法界佛菩萨 出现来告诉我们 念佛不能往生 我们通通都不要相信 因为呢 这就是一个真理 这就是一个事实 有些众生呢不能往生 其实是很多原因的啦 不过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 善吾大师呢就有讲了 极乐无为涅盘戒啊 随缘砸善啊 恐难生 但是如来玄奥法 教念弥陀啊 尊复尊 有听过吗 善吾大师的寄语 就是说 虽然讲呢这个念佛法门 很殊胜很简单往生 但是呢有个根本的问题啊 就是随缘砸善呢 恐难生 有些人呢他不是单一啊 专注在啊 这个念佛法门 可能呢他同时候也修很多的法门 所以导致他说啊 往生的几率呢就变低了 这不是说呢 阿弥陀佛偏心呢还是什么 因为同时候呢 修东修西啊 修很多的法门的话 导致呢 跟阿弥陀佛的感应呢不强 其他的法门呢也是很好的 如果今天你是修别的法门 你修他的法门呢都是对的 那如果说今天要感应阿弥陀佛的话呢 当然念阿弥陀佛呢 是最直接的 所以呢 在这个念佛法门呢 越专呢是越好的 你越专 跟阿弥陀佛的感应呢就越强 往生呢就是越保证 所以上吾大师才说 随缘砸善啊 恐难生 教念弥陀 专附专 这没有批评其他的法门 如果你先修其他的法门 他们的修法都是好的 那如果今天你在念佛法门 一定是念 阿弥陀佛是最理想的 你不可能呢 所有的法门呢跟阿弥陀佛的感应 都是一样的嘛 比如说我们这边很靠近这个泰国啊 那小乘的法门呢 这么多的精咒 那不可能修那些呢 你可以感应阿弥陀佛嘛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修法 那如果说今天你要往生西方 要跟阿弥陀佛感应的话 肯定是念阿弥陀佛呢最好 所以上导大师呢 常常会跟我们教诫比较多 讲随缘砸善恐难生啊 修杂的人啊千中无一啊 为什么 因为上导大师当时看到跟听到啊 很多人呢 有时候啊 他接触的讯息都来自四面八方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人专念 有些人呢就修到很多 但结果呢 是专念的人啊 就往生啊 就百分之百 然后中修西修 大家修的比较多的 然后念佛往生的感应呢 就是呢 比较弱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 尤其我们生活啊 时间呢也不够 尤其在这个现代啊 我们时间呢是有限的 所以呢我们越钻呢 当然是最理想 当然这个前期之下呢 要对这个净土宗的教义呢 可能呢比较了解 因为有些人呢不懂的时候 你要啊钻呢 还没有办法钻 所以我们讲钻跟杂呢 有时候呢 并不是一开始就讲的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讲 因为呢 在上导大师净土宗是讲的 是比较中间的部分 所以呢 这是跟大家鼓励的啦 不过大家有听过我以前我讲的 大概都会明白呢 这个道理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呢回到这里 继续呢我们讲到呢 这个龙树菩萨的本愿称名 就是呢念佛呢就是 只是呢有些佛弟子呢 对这个本愿两个字呢 其实是有一点误解的 因为有些人呢看到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甚至会感觉到呢很反感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 没有啊 没有听过啊 那你们很有福报啊 哈哈 不过呢有些人误导的 来导致他们对本愿两个字呢 是误解了 其实老实说 在佛教里面呢 本愿两个字呢那是很普遍的 这样呢我讲其他的经典好了 譬如说呢我讲这个药师经 药师经啊这个经体啊原文呢什么呢 知道吗 药师经的原文就是呢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有没有听过 看看有没有本愿两个字 有吼 还有地藏经呢 地藏经的原来的标题是什么 第一章菩萨本愿经吗 是不是 还是有本愿呢这两个字 所以本愿这两个字啊 它本来呢就是佛门里面啊 常常呢都会用的 因为本愿两个字呢 如果你简单来讲的话呢 就是讲这个佛菩萨的根本愿力呢 是什么 佛菩萨的愿呢有时候很广的 但是有时候是属于它根本的愿力 比如说我们讲佛门里面的发愿 各位佛门里面的发愿是什么 有没有听过 四弘试愿有没有听过 哈哈 你看佛门里面的发愿叫做四弘试愿嘛 这是属于一般法门的啦 你看众生无边试愿度啊 烦恼无尽试愿段啊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啊 试愿成 这是一般菩萨呢 在成佛之前 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他们需要发的愿 那这个愿呢是属于呢 通愿 就是呢比较普遍的 英文讲general 就是说基本上呢 所有菩萨在其他法门修行的过程 都会发的 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 佛菩萨呢 还是有各自的这个自己的发愿 就是说他有个别不同度众生的方式 那其中当中最根本的 就叫做这个本愿 所以本愿两个字呢 其实在佛门里面还是一个普遍的字 每一尊佛菩萨都有的 所以呢 不能说对于这个本愿两个字啊 就造成了这个误解 也不能说呢 哎呀其他佛菩萨呢 有这个可以用这个本愿啊 结果阿弥陀佛就不可以用这个本愿 那就不对了 尤其这才是龙树菩萨亲口所讲的 你看阿弥陀佛呢 本愿如是 若人念我 称名至规 吉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龙树菩萨呢 都讲呢 这个本愿念佛本愿称名 那我们后人呢 就跟着讲有什么不对呢 是不是 因为这是借照阿弥陀佛的大根大本嘛 就是第十八愿的念佛 所以各位 有没有看过呢 净土宗的这个特色 有没有看过啊 我又要伤心了 哎呀 要看多一点大卦新闻 就不看净土宗的特色 哈哈哈哈 净土宗的特色 就是四句话 就这里所写的 就是本愿称名 反复入报 平身业程 献身不退 所谓的特色呢 其实啊讲的就是说 净土宗跟其他法门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些法门呢 可能也有讲一些念佛 但是净土宗的念佛呢 特别的不一样 所以才叫做特色 特色呢 用英文来讲 英语来讲的叫special 就是说 别的法门没有的 哈哈 若别的法门也有 就不special啦 就不特别啦 怎么能够叫做特色呢 特色就是特别不一样的嘛 每个法门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净土宗也有嘛 就这四句话 证明净土宗的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条呢 就是本愿称名 所以本愿称名呢 就是龙树菩萨所讲的 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如是嘛 若人念我称名 至归己入必定嘛 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本愿称名 是这四个特色当中啊 是属于最根本的 因为有了这个第一条啊 这个本愿称名啊 才有呢 这个后面的这个 凡夫入报 平生夜神现神不退 有了本愿称名 才有其他后面的三条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 对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有认识 基本上呢 本愿呢 就是让我们认识到阿弥陀佛呢 是怎么样的一尊佛 这是认识到阿弥陀佛呢 最重要的一点 再来这个第二点 我们继续看 我们刚才看到阿弥陀佛本愿如是嘛 接下来龙树菩萨说 若人念我 称名至归己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龙树菩萨讲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就是念佛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呢 到底是要怎么念呢 念佛是念佛 到底要怎么念呢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传统佛教呢 有一点认识 其实要知道 一般人对这个念佛的认识 尤其传统佛教对念佛的认识呢 不像我们现在阿一般所讲的 我们一般所讲的称名阿 张开水发念佛阿 有可能呢 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学得很久 你觉得说念佛是这样的 是很平常的 但是呢 在如果没有接触净土宗之前 传统的观念阿 对念佛的观念呢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念佛呢 从来都不只是说阿 这样子称名念佛的 我们看呢 这个传统佛教 对念佛的定义是怎么讲的 传统佛教讲的念佛呢 是有四种 就是这里所写的 就实相念佛 观想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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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慈名念佛 各位要知道 这是没有接触过呢 这个净土宗啊 在一般传统佛教呢 对念佛的这个定义呢 就是这四种 他们所谓的念佛呢 不是单单的 这样张开举办的念阿玛阿弥陀佛的 因为呢 还有这个实相的念佛 就是开悟证悟的方式 还有观想念佛 就是他观想极乐世界 还有观想念佛 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像 最后还有慈名念佛 所以传统的佛教呢 他把这四种啊 通通呢 是归纳为啊 是这个念佛的 但如果说呢 按照龙树菩萨来讲呢 就不是 因为龙树菩萨早就定义 净土宗的念佛呢 是称名念佛而已 念佛法门从来都不是有四种 念佛法门就只有一种而已 就是本愿称名 这是最早龙树菩萨给我们定下来的 只是后来呢 因为净土宗的著作呢 因为战乱当中的失传 大家都忽略掉了这个重点 我们看龙树菩萨讲的 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若人念我称名之归 你看龙树菩萨没有讲四种啊 就是讲的念我称名 所以阿弥陀佛本愿呢 是怎么说念我呢 阿弥陀佛就说念我 就是说阿弥陀佛讲 众生要怎么念我嘛 就是念佛 那简单来说 念佛的方式就是称名 就是称念 阿弥陀佛就是 为什么是称名念佛 而不是其他的念佛方式呢 其实唯有称名念佛呢 他才有办法真正达到 土度众生的这个含义 唯有称名念佛呢 才是唯一一个呢 能够度到所有众生的这个方式 不然想想看呢 其他的方式有这样子的效果吗 你讲实相讲观想观像种种的 其实呢都离不开说 对众生的根基呢 有一定的要求的 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不能够清静 他能够做到实相 或者观想观像吗 肯定不行的啦 对不对 尤其平常有生活的 你怎么做到那些呢 不然试试看呢 你明天上班的时候 你在公司 你老板呢站在你的后面 你看看呢 你比较能够念佛呢 还是比较容易观想 你老板叫你啦 你就跟老板说 等等等等 我在观想极乐世界后 阿弥陀佛要来了 看看老板会不会一巴掌给烧过去 那念佛不同啊 念佛你随时随地走路都可以念啊 尤其现在人戴口罩 你去把洞啊念什么都没有人知道 太方便了 太简单了 所以现在要讲的是异行道 龙树菩萨讲的是异行道 实相观想观像跟异行道 根本都联系不上 因为那些是难的 所以那些呢 根本就不算 唯有称明呢 才是真正的容易的 因为唯有称明呢 才是能够让呢 所有人呢 统统可以做得到 我们先想一下啊 称明能够射受到众生 其实也可以包括呢 那些能够修实相观想或者观像的 但是呢 修实相观想观像的 它的方式 能够适合普通的大众吗 那就不行了 所以称明是也包括全部 但是那些不能包括全部 所以讲到异行道 要普渡一切众生的特色 唯有称明念佛呢 才有办法 那称明念佛 在净土三经里面呢 从哪里可以找到呢 这个金正 它是出自呢 这个圣教级178页 观五量寿经 或有众生 做不善业 无逆十恶 具足不善 如死于人 以恶业故 因多恶道 经历多结 受苦无穷 你看佛说这个人是最恶劣的 因为翻了五逆十恶的众生 就算他是全法界最恶劣的众生 没有比这个更惨的 他是最恶劣的 所以他会堕落到呢 阿比第一无限地狱的 然后呢 如死于人 灵命中时 遇三十世 种种安慰 为说妙法 教令念佛 刚好呢 遇到呢有人呢 来安慰他 引导他念佛 然后 接下来说 比人苦逼 不遑念佛 善有告言 辱若不能念比佛者 因称无量受佛 就是呢 这个人的心呢 就太痛苦了 毕竟要堕入阿比地狱的众生 又犯了这个五逆十恶 所以你现在呢 要他心里呢 清静的念佛 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人家就告诉他说 你既然心里啊 不能清静的念佛的话 你张开嘴巴 就把南无阿弥陀佛 直接念出生了就可以了 所以一开始他不能心里念佛 其实呢 这个不能念佛啊 不能心里念佛呢 就包括了 那刚才我们讲的 实相观想观像 他是完全做不到了 毕竟他的心呢 都已经乱掉了 心都乱的时候啊 怎么可能能够啊 清静的下来呢 各位是不是 那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今天你被老虎追 你怎么可能清静的下来呢 哈哈哈哈 但是心里不能清静的话呢 张开嘴巴喊救命呢 还是可以的啊 对不对 你被老虎追 你还是可以喊救命啊 心很乱啊 但救命还是可以喊出来的 所以呢 你就算不能啊 心轻静下来念佛 但是你嘴巴出生念佛 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称明念佛呢 讲的就是啊 嘴巴出生念佛呢 就是 因为这个称啊 一般我们讲称赞 称赞你一定是要讲出来的 称赞没有人放在心里的 放在心里那个不叫做称赞 上下心里我们叫仰慕 你讲出来呢 才叫称赞 所以称呢 称这个字呢 一定呢就是讲出来的才算 所以称佛名号称明呢 一定是嘴巴能念出来的 所以呢 要称无量寿佛 是称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 这样子念佛 嘴巴念佛有没有效呢 你看佛就说 如是至心 令生不觉 具足十念 称南巴弥陀佛称佛名故 于念念终出八十一节生死之罪 哦 你看还真的有效哦 佛说呢 你看每一生呢 这样子嘴巴念出来的一些生的佛号 每一生每一生都可以消掉一节的这个生死罪 包括刚才啊 所讲的这个五逆十二的这个业障 那说明道呢 就直接的可以往生净土 所以讲到呢 这个称明念佛啊 其实呢 就是出自的这个观经的 因为佛说呢 这是呢 最恶劣的众生 那最恶劣 最严重的众生 其他办法都没有办法救了 唯有本愿称明呢 才有办法呢 救度到他 也就是说本愿称明呢 既然他可以救到啊 最恶劣的这个五逆十二 当然我们讲其他的呢 没有这么恶劣的 当然就统统没有问题了 对是不是 所以呢 佛在最恶劣的情况 介绍呢 本愿称明呢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这是要显示 阿弥陀佛的本愿称明啊 他是可以救度到 所有的众生的 他并不是要让我们 故意去犯这个五逆十二 他是要显示 阿弥陀佛的本愿称明啊 是可以救度到所有的众生 所以明白吗 阿弥陀佛的本愿啊 就是呢 称明念佛 就是这样 可以理解哈 我们接下来呢 看回去呢 这个四十四页 你看呢 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有了这个称明念佛 接下来啊 就是吉入必定 吉入必定呢 是佛教的名词 就是呢 不退转的意思 吉入必定 必定呢 就是不退转的意思 所以各位看看 一行道的不退转多容易 其他法门 要怎么样不退转 要精进 修很多 修很久 才有办法不退转呢 但是念佛法门 只要称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结果马上就得到不退转 你看菩萨说的 吉入必定呢 吉入必定的吉 就是立刻的意思 就是说你不用等下一秒 下一刻的 就是念佛的当下 就已经得到了这个不退转 所以看看多么的容易 多么的快速 其他法门的南行道 几乎都要立即 用节来算的 精进修行才有办法 但是念佛法门 你当下念佛 当下就是不退转 就是吉入必定 所以这个一行道 这是名副其实的容易 只是有人说 师傅这样子念佛就不退转 为什么呢 其他法门这么辛苦 结果都不能不退转 结果我们这么容易 念佛就不退转了 到底为什么 其实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就是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加持的缘故 如果今天我们讲爬山 我讲一个爬山的例子好了 爬山如果说你自己 不要掉下来的话 你真的这个人要小心 要精进 要有毅力 要有体力 你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爬 你才有办法到达这个山顶 那一步小心的话 你还会掉下来 粉身碎骨 是不是 爬山就这样子吗 但如果说你今天坐飞机的话 还要精进 还要体力 还要毅力 那就不需要了 你什么都不用付出 你就舒舒服服坐在这个飞机 所以马上一飞冲天 你冲了比山的还要高的这个天空 人家爬山这么辛苦 付出这么多 都不一定能够到达山顶 就坐飞机的人 什么都没有付出 结果飞到比山顶还要高的这个天空 所以为什么说念佛法门 这么容易可以直接不退转呢 就是这样 比起其他法门啊 南行道要修个 不知道多少节啊 我们讲根本是超越太多了 为什么 主要就是因为 念佛有阿弥陀佛本愿力的驾驶 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呢 就像刚才所讲的这个飞机一样 其他法门啊 南行道就是靠自己爬山 我们念佛法门啊 就好像靠这个阿弥陀佛的大圆船 靠这个飞机一样 当然是不能比的 所以其他法门呢 因为他们有阿弥陀佛本愿力的驾驶 所以就要修很多 修很久也没有保证一定不退转 但是念佛人因为靠上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所以当下就可以立刻不退转 是啊 你肯上飞机的那一刻 你事情就一定成了 所以可以看看我们多么的幸运呢 人家修个几节都得不到的呢 不知道多少修行人 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结果念佛人当下念佛就具足了 这个不是讲我们自己多厉害啊 我们要非常感阿弥陀佛了 因为今天如果说没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根本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你没有阿弥陀佛本愿力了 怎么可能 你当然念佛就可以立刻得到不退转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加持啊 所以呢才会让念佛呢这么殊胜 所以阿弥陀佛本愿如是哦 哎就讲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就是这一段法语的这个根本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就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所以呢才有呢 单单称名念佛就可以得度的方式 就因为呢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你才有办法即入必定当下得到不退转 就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才有办法呢 让我们凡夫念佛人呢 到净土可以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看呢这个无量寿经91页 这是无量寿经的经句 你看佛就说 诸有众生文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 知心回向月身彼国即得往生祝不退转 我们看佛就说的乃至一念 你就可以呢即得往生祝不退转 一念佛的当下就是呢这个不退转了 再来呢我们呢还有一个经证 圣教集呢十三页出自呢这个阿弥陀经 我读一遍哈 圣立佛若有人已发愿 经发愿当发愿 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 皆得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欲比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 可以看看佛就说所有的念佛人 不管你是过去的念佛人 还是现在的念佛人 还是未来的念佛人也好 简单来说你不管是什么时代的念佛人 都会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龙数菩萨是说呢即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实都是一个意识来的 简单来说念佛人就已经是不退转了 他是保证一定能够得生净土 在净土一定能够成佛 各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什么意思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 翻译过来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阿罗汉叫做正觉 菩萨叫做正等正觉 那佛呢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因为是最高的 就是成佛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回那此四页 其实龙数菩萨的这一段开示 它是包括这个净土三经的 我们看阿弥陀佛本宴如是 是出自哪里 出自无量寿经吗 是不是 那若人念我成名至规呢 刚才讲的成名呢 哦 你看呢 是出自的管无量寿经 有没有 那最后呢 极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可以说是出自这个阿弥陀经 各位看看 净土三经的精华 全部在龙数菩萨这一段开示当中呢 就显现了 其实呢 净土三经的顺序呢 也是这样 因为佛呢 是先说无量寿经 然后呢 再讲观经 最后再讲这个阿弥陀经的 那龙数菩萨这一段开示呢 也是 他先讲无量寿经的 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 然后提到呢 这个观经的成名念佛 最后提到呢 这个阿弥陀经里面 讲到的不退转的成佛 啊 所以各位厉害啦 你们今天一下子 然后把净土三经的精华 全部在龙数菩萨的开示看得到了 刚有一个联文呢 无量寿经 你看现在你不止无量寿经 三经都给你了 上吼大师净土之乡 46页哈 我读一遍 龙数菩萨呢 接着用祭语表达他的心情 人能念是佛 无量力功德 即时入必定 事故我常念 如果说呢 有人能够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就具有无量的这个神通道力 跟无量的智慧功德 当下即时入必定 所以呢 我龙数啊就经常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的 这是一个呢 这个小总结哈 龙数菩萨呢 表明了自己呢 也是呢 这个念佛的这个依据 菩萨就说 如果有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就具足呢 无量力的这个功德 当下就会得到呢 这个不退传 就是即时入必定 所以龙数菩萨说 这么好的事情啊 那当然我龙数菩萨呢 也是常常的念 南无阿弥陀佛啦 所以刚才呢 有个人有问呢 有其他的佛菩萨的这个圣号 为什么呢 我们是偏偏讲到 南无阿弥陀佛 其实呢 龙数菩萨真正讲这个异行道啊 他也是呢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 念南无阿弥陀佛 介绍了大部分 也是最终呢 龙数菩萨呢 自己所选的 所以自古以来呢 一般讲到这个异行道啊 都是讲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 尤其大家 刚才有请大家翻书坦然大师 这个异行道也是讲到 阿弥陀佛呢 就是这样 所以龙数菩萨呢 最后也是转到这个异行道 而且呢 是异行道呢 阿弥陀佛的本愿称名 就是龙数菩萨呢 所选的 真的是容易 那各位还记得说 其他法门 难是难在哪里吗 不会讲到容易 就忘记难了吧 其他法门的难 就是祖祖舵 就是要修很多 修很久 而且呢 还会堕落呢 不保证 念佛法门容易啊 就是不需要修很多 因为只需要一句佛号嘛 也不需要修很久 因为它是几时入必定 它是马上的 马上啊 就是instant的 马上立刻的 好像你每次买面 那边写instant的 就是立刻的 然后也不会堕落 保证不退转 即使入必定 不退转于阿诺 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为有阿弥陀佛的 这个本愿力加持 就保证了不退转 能够得生净土成佛 那就是 所以其他法门呢 叫做诸九舵 那念佛法门的异行道 就叫做呢 一束弊 是反过来讲的 就是一句佛号 快束当下 必定保证不退转 往生净土成佛 这是反过来看啊 根据龙树菩萨的开示啊 说起来的 我们这一段呢 就到此 我们今天学习的部分呢 就先到这里 上次有一个人呢 在网上留言 我这个是比较深一点 他说 请问师父 实性的菩萨呢 已经了生时了 怎么还是不退转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不就依然要轮回吗 怎么能够了这个生时呢 这是上次呢 有提到呢 这个不退转的部分 教理呢比较深一点 我尽量呢 讲的比较白话 让他清楚了 只是说我们要清楚 不退转呢 是有分呢 其他法门跟念佛法门的不一样的 那这位连友呢 是问到上次 我们讲到其他法门不退转的这个含义 因为呢其他法门的这个不退转呢 他是有不同的程度的 一般呢 有分成这个三个部分 就是呢 为不退行不退 跟念不退 在其他法门呢 这三种啊 不一样的这个不退转 就是说不一样程度的这个不退转 那为不退呢 是最基础的 就是说他断了烦恼 他断了烦恼呢 他就不会呢 再退到啊 像我们这种啊 凡夫啊 生死轮回的这个部分 这是呢 在其他法门啊 最基础最基础的这个不退转 但是呢 其他法门讲的不退转的不止如此 因为除了为不退呢 还有行不退 就是说 就算离开六道轮回啊 还有这个行不退的这个境界呢 要去经历 行不退呢 就是说呢 他在度众生的路上呢 能够不退转 就是说呢 虽然这些菩萨呢 已经断了烦恼 虽然已经离开六道轮回 已经呢 不会再经历像我们凡夫这种生生死死 但是在度众生菩萨道的路上呢 可能还会有退心 退心呢 只是在度众生的路上呢 会有退心 但是他不管如何啊 他已经不会退在呢 我们这种凡夫的六道轮回了 那最后一个呢 是最高的念不退 就是说念不退啊 他已经完全不用刻意的用功 他自自然然念念啊 都走向了成佛的路 那这三种里面呢 最高的不退转啊 在其他法门啊 就是属于这个念不退 所以这位联友呢 问说 为什么实性菩萨已经断了烦恼 还没有震到不退转呢 因为如果讲到其他法门的不退转啊 最高的来讲 是讲这个念不退的 那实性菩萨呢 只是一个未不退而已 虽然已经断了烦恼 不会再退到那生死轮回 但是在菩萨道修行的路上啊 他还会遇到呢 这个退转的因缘的 所以上次呢 我们讲到说呢 这个菩萨道啊 有五十多位阶级 其实有多种分法 我只是讲了一般所知道的 那实性的部分呢 就属于这个未不退 那呢 行普退要实柱实行实回向 直到出地啊 才是属于行普退 没有达到这个出地的时候啊 他在实柱实行实回向啊 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还会静静退退的 达到出地呢 才会坚固的这个行普退 那念不退呢 是最高的 他是要八地以上啊 才有办法呢 达到这个念不退最高的 所以讲退转啊 不一定是退到这个六道轮回的 如果已经断了烦恼啊 他就已经是未不退 已经不会退在轮回了 但是在行普刹道的路上呢 会遇到退转的因缘 所以其他法门的退转呢 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意义的 而龙树菩萨所讲的不退转呢 还是属于呢 最高的这个不退转 他不是单纯说呢 让你不退到六道轮回而已 就算说呢 你已经离开六道轮回呢 还不算了真正的不退转 只不过呢 我们念佛法门的不退转呢 跟其他法门所讲的三不退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些是靠自己修行啊 正道这个不退转 念佛法门呢就不是 念佛法门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 我们还是凡夫 但是已经不退转了 因为呢就像龙树菩萨讲的 我们是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是直接不退转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那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脸友有留言 有问到说 读一遍 他问说 经中很大部分强调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很少讲到现实的利益 经中没有说呢 有很多现实的利益 真让我这样子的年轻人提不起信心 然后呢 会杂羞 获取现实利益 然后再想到往生极乐世界 哈哈 所以我讲现实利益呢 就比较有信心是吧 其实呢 只要有念佛 只要有往生极乐世界的目标的话 其实很多现实的利益呢 你不求呢就自得了 他们讲不求自得 最自然的 你不用求也可以得到 是最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念佛呢 在净土中来说呢 他是属于最高的真理 最高的真理 就已经有无上的功德了 无上的功德都有的时候 你要担心没有现实的利益嘛 所以一般的佛经呢 都是这样子的 他都是注重解脱 所以难免呢 会少讲到世间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能够有解脱的话呢 你世间的利益呢 统统都有了 但如果说你只有世间的利益啊 但是呢 解脱的利益呢 不一定会有的哦 各位可以明白吗 你有解脱 自然就有世间的利益 但你有世间的利益 未必你有解脱的好处哦 所以呢 都是呢 要注重呢 最高的解脱危险啊 就是这样 你想想看呢 当释迦牟尼佛都成佛了 你敢说佛陀没有世间的利益吗 佛陀都福慧两族尊啊 哪里还没有世间的利益 最古代的呢 印花大师也有说过 就这里所写的 一遇大海者必用百川水 身到寒原殿 不需问长安 就说如果一个人呢 他已经到这个大海啊 他就不用呢 再要求说呢 要河水了 他要求河水是多余的 因为海水啊 本来是所有河水都流进来的 明白吗 已经到了大海 就不用再问呢 要求这个河水了 还有呢 也有说呢 一个人已经到了王宫啊 结果他要求说呢 长安在哪里呢 也是错的 因为王宫啊 本来在古代啊 就在长安的这个中心点 长安是中国的城市嘛 以前的王宫在这个长安 所以他到了王宫啊 他就不用要求说呢 还要去这个长安呢 就是说 当我们已经有念佛啊 就不需要呢 在东加西加加其他精咒了 也不必再说呢 要要求什么利益 因为拿摩阿弥陀佛的佛号 本来就是无上的功德 既然有无上的功德的话呢 哪里还会没有其他的利益呢 各位拿摩阿弥陀佛的佛号呢 被称为什么 万什么啊 万德鸿明有没有听过 是啊 什么叫万德鸿明 就是具足一切的功德吗 如果拿摩阿弥陀佛 还缺一点点功德的话 我常常开玩笑说 就叫缺德鸿明啊 万德鸿明就是具足一切的功德了吗 所以像刚才所讲的 你到了海水啊 自然就有河水 到了王宫啊 自然就到了这个首都城市一样 所以阿弥陀经里面我可以看到 你看有十方诸佛共来互念的 有没有看过 阿弥陀经最有名的这个经段 就是十方诸佛都来互念念佛人 念佛人都有十方诸佛来互念 你还担心说没有其他荆座的利益吗 你还担心说没有世间的利益吗 所以净土三经呢 不是没有讲到说呢 世间的利益还是有讲到的 你看我举出几个例子 你看无量寿经讲的 你看念佛呢 就会得到这个大利益 有无上的功德 那观经也有说 念佛众生摄取不舍 也有说呢 关心菩萨大师至菩萨为其甚友 各位啊 大菩萨 都已经是我们念佛人的朋友了 你还跟菩萨说 为什么我没有现实的利益 菩萨都当你的护法了 你还没有利益啊 你看阿弥陀经还说呢 念佛呢是多善跟福德因缘 所以一般来说 念佛是有现当恶意的 现就是现在 当就是当来未来 所以念佛除了可以往生净土的利益 其实也包括了 自然包括了现实种种的利益 所以呢 只要是专念名号以及乐世界 作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现实的利益 其实自然就是不求自得了 不过呢 身为在佛门 大家都是互相互动了 还是要稍微温馨提醒一下 虽然说呢 佛经里面呢 是会提到呢 现实的利益 现实的利益呢 虽然是有的 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说呢 现实的利益呢 其实是不长久的 因为不管呢 世间呢 好好坏坏的事情啊 都是无常的 老实说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谓啊 无不亡之国啊 无不败之家 在好的国家呢 都会有灭亡的一天 在幸福的家庭啊 也会有落寞的一天 你想想看呢 在一千多年前啊 最好的家庭 最好的国家 有多少是留到现在的呢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 古代那些王国呢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世间的利益再好啊 我跟人家都是短暂的 它都是无常的 所以你一直想往呢 无常的事情 其实我们内心呢 是不会呢 太过的安乐的 因为你想往的东西 一直在变 人一直在追求呢 会变的东西 请问他会安心吗 他没有得到的时候 就想要得到咯 得到的时候就害怕失去 他真的失去的时候 患喝患失 那你讲他心里呢 肯定呢是不安的 所以佛也是有说过 你看我截取呢 一些经文 给大家看 你看佛在这里有讲的 佛就说欲望多的时候啊 其实代表说我们烦恼也多 欲望少的时候啊 我们忍心呢 才能够安稳才会坚定 那佛也有说 若一突出苦闹 当官知足 知足之法 即是富乐 安稳之处 不知足者 衰富而平 知足之人 衰平而富 就是知足常乐啊 是心里呢很安稳的这个方式 不知足的人呢 虽然富有啊 但是呢他还是穷人一个 因为他一直求啊 一直求他就一直烦恼嘛 那知足的人 虽然说有时候 比较普通一点 但是呢他心里还是很富有的 因为内心安稳 知足常乐嘛 知足常乐是老话啦 但是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子的 虽然说呢 佛法有世间的利益 但始终呢 还是要以解脱呢 周围目标呢就是这样 因为世间的事情呢 真的是要让我们生烦恼的 对是不是 你们活了几十年 你都不知道说 世间的利益会让你生烦恼啊 哇那你是不够苦的啊 哈哈 所以呢我们念佛人呢 要保持怎么样的心态 随眼就好啦 什么最好 我跟你说随眼最好啦 就有也好 没有也好 哈哈 就真的有念佛 闺命阿弥陀佛 其实阿弥陀佛 不会让我们饿死的啦 哈哈 你看阿弥陀佛会让你饿死 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念佛人会饿死的呢 你去找找看整个历史的 看哪一个人念佛人是会饿死的 哈哈 那如果说真的有多余的 那好咯 你有多余的多帮阿弥陀佛做事嘛 那如果没有太多的因缘不要紧啊 我们就先念佛到净土 你到净土自然什么都有了 所以随眼最好 哦 不随眼啊 你就有苦恼啦 所以随眼最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这里有留言的 他说请问师父啊 怎么能够理解 即便一个人非常清新的念佛 但世界的利益呢 还是得不到 怎么理解呢 为什么得不到呢 你看还是有一些人问 哎呀还是有一些人 还是想着世界的利益就对了 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我讲这么多都没有看到 一直讲世界的利益 哈哈 所以还是一样 你念佛了为什么得不到 还是一句话随眼就好了 你真的念佛 你真的相信阿弥陀佛 就会知道说 这是阿弥陀佛最好的安排 是吧 要阿弥陀佛给我们安排 还是我们给阿弥陀佛安排 我看你这么说 好像你要给阿弥陀佛安排 不是阿弥陀佛要给你安排 哈哈 那有时候呢 我们没有得到呢 不是代表说没有利益 所谓的赛翁士嘛 炎之非福嘛 然后你有念佛的意 一定会有好的果 那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 也不代表说是一件坏事啊 因为这种事情 谁能够说得准呢 就好像说各位呢 女儿孩子的 让我们身为当父母的 请问我们会不会给呢 我们的孩子 会满他们所有的要求呢 会还是不会 你会满年的孩子所有的要求吗 不会的嘛 就算有些要求 你没有给孩子满怨 但不代表说你不爱这个孩子嘛 你是更爱他的表现 因为你可能知道说要求的东西 对他现在的成长是不理想的 所以暂时呢 没有办法呢 来给他 所以有时候呢 阿弥陀佛不给我们啊 可能呢也是有呢 不给的这个道理 不是代表说呢 求乐得不到啊 就代表阿弥陀佛不加实 没有感应一样 那总之呢 现在念佛交给阿弥陀佛就是了 求乐没有给 就代表说现在也不适合嘛 但是呢 有些人求阿弥陀佛啊 因为有个好太太好先生 结果没有满怨啊 就怪阿弥陀佛不灵 其实不是不灵啊 是真的没有适合的嘛 阿弥陀佛还给你硬硬抽 那福建话讲的 去到好好的太太啊 你一辈子就苦了 阿弥陀佛要害你吗 没有嘛 没有适合的你怎么办 所以世界的事情 随缘念佛就好了啦 随缘念佛 你真的看得久啊 跟你说 随缘的话呢 心里会比较安心的 有些人说 平常呢是念南麻阿弥陀佛 但是回向给过世的亲人啊 是念呢 其他的这个佛菩萨的身号 是可不可以呢 其实啊 如果讲到超度的话呢 你直接念南麻阿弥陀佛是最好的 其他法门的 这佛菩萨的身号啊 最多是度他离开三二道 但是呢 南麻阿弥陀佛的佛号啊 是直接呢 把亲人从三二道啊 直接就到极乐世界去 不只离开三二道咧 直接拓出六道轮回 直接往生净土去 那是呢 是最圆满的 所以如果说呢 一般讲超度啊 其实专念的就是这样 因为专念南麻阿弥陀佛呢 它是包括呢 所有一切经咒的功德的 为什么 因为念佛法门啊 是所有诸佛菩萨都来到了 诸佛菩萨啊 所有私方诸佛啊 都来到了 你还担心啊 功德还不够吗 是不是各位 哈哈 有人问呢 这个皈依哈 基本上呢 皈依在佛门来说 是所有的这个基础来的 如果说一般呢 都没有皈依的话 还要做其他的 根本就谈不上 不过呢 这也是我的心路历程啊 其实我一早学佛的时候呢 都是自修的多 因为呢 我附近呢 其实都没有道场 尤其过后我上大学的时候 都去外国读书嘛 那外国呢 又是印度啦 或者是英国呢 附近的都没有什么佛教道场的 所以一般呢 是自修的多 连皈依的都没有 因为以前呢 从学佛的经历啊 也很少遇到道场 或者是出家人 那我第一次皈依呢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出家的时候 师父说你没有皈依啊 但出家前你要先皈依 过后的才出家 好 所以一般呢 是这样 皈依呢 是第一步啦 因为这位脸问呢 是不是要先皈依先还是什么 如果你要进一步的话呢 其实 就算是念佛人啊 我还是鼓励大家皈依 因为皈依过后呢 至少你是认定说呢 佛门呢 就是你这一条路呢 就是 怎么样才算是念佛人呢 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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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念佛人哦 没有啦 平常来说呢 就是呢 把念佛法门啊 当做呢 自己日常的 可以带进自己日常的生活呢 就是 念佛人最主要啊 还是这个念佛 其他的都是水源水分的 最根本来说呢 就是念佛 我们行住坐窝呢 都想要念佛 起伏也是想要念佛 超度呢 也是想要念佛 回向呢 也是想要念佛 什么呢 都是围绕着念佛呢 而做就对了 念佛呢是属于呢 这个大根大本 至于说呢其他的 就看这个个人的因缘能力咯 不过呢 大家还是要把重心呢 放在念佛就是啦 越穿呢 是越好的 什么都是想念佛呢 通通都没问题了 一些人有问 我们念佛法门很简单的 就是每天行住坐卧 常常呢念佛呢就是 另外一开始不习惯的时候呢 可以给自己规定一些时间 然后把念佛呢 带进生活 你走路也好啊 你做什么也好啊 通通都可以念佛的 有一个人问说 师父啊我念佛不久 但是有时候呢 经过其他的寺院道场啊 去拜拜啊 敬香啊 是不专吗 这个不算不专 不算是杂 我们讲的专杂呢 是一个人认为说呢 当然念佛还不够 他还需要加起他的法门 这个才叫做杂 那平常我们看到呢 出家人啊 看到佛像啊 去顶礼啊 那也叫做杂呢 那只是对这个恭敬嘛 对三宝的恭敬而已 那没有错的 什么叫做杂 就是有些人认为说 哎呦 我当当念佛法门诸佛不够 我要加其他的诸佛菩萨啦 加其他的经典啊 加其他的经咒啊 这样才会形成的是杂 因为啊 对这个佛号呢 不是完全的这个信授 但如果说我们平常啊 只是随缘啊 你去旅行也好 去参访也好 看到其他的一些三宝道场 你去定义一下呢 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那个是随缘的 它不是属于固定啊 常态的 有一位新加坡里有问 师傅 新加坡的弥陀士 没有供灯 水跟其他的供品 那我家里就不可以供吗 我没有供啊 我们供的是供南吗 阿弥陀佛 天天都供啊 天天开放365天呢 给大众进来念佛 这是对阿弥陀佛最好的供养了 佛说的吗 法供养为罪 阿弥陀佛呢 不需要我们的苹果 阿弥陀佛最需要我们念佛而已 所以呢 法供养为罪吧 我们有供啊 我们是供养的佛号而已 阿弥陀佛最欢喜的 看到我们念佛 不过呢 其他的供品我们是随缘随份啊 我们还是有供一些啊 这些莲花啦 还是一些特别的东西 你看我后面呢 就是嘛 弥陀士呢也是 至于说呢 大家各位呢 在家呢 要什么样的供品 你们可以随缘随份 也不要造成呢 自己的这个困扰就好 因为有些人以为说呢 没有供品呢 就不行 就反而呢 每天呢都需要要求自己啊 供养很多 导致自己的压力 做不到的时候呢 就觉得说呢 好像不恭敬啊 还是犯戒了 这样道次不必了 因为我们对佛的恭敬 有些对阿弥陀佛的恭敬啊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认识 阿弥陀佛的本愿的好处 因为你既然知道说 阿弥陀佛的根本大愿啊 是念佛的话 那你念佛的话 就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应了 还有哪个呢 比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应更加好的呢 那没有啦 那人呢是最好的啦 有一个香港的联友问 师父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去算命 拜太岁会是杂修吗 不用算了啦 那怎么算呢 都算不出的啦 念佛就改命啦 还是算命 还要不改啊 你念佛呢 直接人中分陀利花 观世音菩萨大师 菩萨是你的圣友 当做道场生诸佛家 你看佛给你算好了 你要算什么 你念佛 你就是人中分陀利花 给你算一次啦 然后菩萨当你的圣友 不然你算第二次啦 你最后可以生诸佛家 生到极乐世界 你要算什么 你已经够了啦 最好的算命了 佛把我算的 是这样子啦 当然世间人 有时候呢 对自己的一生的遭遇 会有一点小在意 其实呢 有一句话佛我们讲的 菩萨未应 众生未果 我们只要在阴地当中呢 好好念佛的话 其实呢 那些果报阿弥陀佛自然呢 会加持的 不要担心 信靠阿弥陀佛就行 越信靠阿弥陀佛的话呢 感应越强 还有一个联问 十方跟六方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其实你可以想象呢 是一个球齁 十方呢 就是有十个方向 六方呢 是有六个方向 但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一个球的方向 所以六方跟十方呢 都是离不开呢 这个球的这个方向就是 所以六方十方五方 全部都是一样的 有人问 去别的道场 短期出家是杂修吗 那是偶而的啦 那是偶而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 在净土中出家的话 也可以来到净土中到场的嘛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体会呢 这个出家的生活 其实你可以从呢 在家简单的生活开始咯 啊 远离五一六成的生活先啊 或者从食物简单啊 衣服简单啊 不要娱乐场所啦 哦 从简单在家里简单的生活开始 你可以就稍微可以体会一下呢 出家人亲近的这个生活 那短期出家跟长期出家还是不一样的话 老实说 哎 短期出家想暴听呢 就是夏日营而已 夏日营就七天要回家了 那短期出家怎么叫做出家呢 你就这样你明明知道 你七天后要回家了 那个不算啊 那个不算 你这个整个心态都不一样了 如果真的想要在净土中出家的话呢 可以好好呢 规划一下 首先先建立自己的信仰 对净土中的信仰呢 先建立起来 然后其他都不重要 信仰呢最重要 过后呢 如果真的想超一步呢 再走上出家路的话 可以慢慢呢 再安排的 慢慢再安排呢 我们道场有电话哦 你可以随时联系的 好的好的 有一个联友问说 早晚课有时候是随道场啊 念其他的经咒 但是呢 生活当中还是专修念佛 算是咋修吗 有一个联友可能附近 没有净土中的道场啦 他只能呢 随其他道场的来发心 随着其他道场的早晚课 过后的长期念佛是可以的吗 那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随顺呢 这个常住的嘛 并不是你个人的 如果你个人的时候呢 是专念名号呢 还是可以的 所以也希望说 我们净土中的专修道场的 越来越多啦 那大家就方便得多 有一位联友问说 净土法门啊 对父母啊 是怎么看的 因为呢 每次读到超见文说 金也空 银也空 七也空 子也空 皇前路上不相逢 那对于孝顺父母呢 怎么看 其实呢 这是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世间 一个是初世间的 如果在佛门来说呢 对父母的孝顺 是呢 要按照呢 这个初世间的 如果只是单纯呢 只是停留在呢 世间的孝顺 那是不长久的 因为呢 世间任何的东西啊 好好坏坏的东西呢 只好呢 都会过去 所以对于父母的孝顺呢 其实呢 就是让父母呢 能够从这个六道轮回呢 而解脱 就是呢 直到啊 我们讲啊 要亲就可以离成垢啊 直到方成就嘛 哦 这个父母亲呢 离开呢 六道轮回 其实这个孝顺呢 才是呢 最为圆满的 所以呢 对于说呢 戏也空 子也空啊 指的是世间的东西 但不是说呢 就完全呢 就不照顾父母一样 世间的东西呢 是照顾的 但要知道 同时知道说呢 这也是无常的 最重要的是说呢 是让啊 这个呢 父母呢 可以从轮回当中呢 解脱呢就是 就是 你不要说听课听课啊 你讲气也空 直也空回去呢 不给你父母吃饭 哦那你父母会找我哎 等一下 所以来说呢 对父母的这个孝顺啊 有分成呢 世间跟初世间的 那我平常生活呢 还是要照顾的 这个也没有话说 但同时候呢 是让父母呢 能够念佛呢 得到呢 这个解脱的利益 念佛的速度 有一个联友问说 我念佛的速度啊 长一句自己的想法呢 是快快念 这样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慢慢念清楚 才会跟阿弥陀佛感应呢 快跟慢 是相对的 你怎么快法怎么慢法的 没有人知道 其实一般是这样的 是不快不慢的 你说快快跟慢慢 我跟你说中间 不快不慢的是最好的 不快不慢的 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太快呢 但是呢我们心里也不舒服了 说实在 你念的太快的话 你念的摩弥陀佛 摩弥陀佛 哇你赶火车啊 阿弥陀佛 没有人念到这么快 那你不要念的太慢啊 你念的太慢的话呢 你会打瞌睡啊 你没有那么 阿弥陀佛 打瞌睡了 所以啊 不快不慢是比较好的 没有说慢的快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你不管怎么念呢 都可以感应阿弥陀佛的 只是说生活来讲 不快不慢呢 才是最理想的 不快不慢呢 是最好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 他没有一定的这个速度 有些人念的太快呢 有时候呢 他身体情况呢 也不舒服 有些人念的太慢的话 打瞌睡 所以不快不慢呢 是最理想的 可以看看这个情况 他是没有一定的 平常念佛 然后呢 多听啊 我们像我们净土宗 网站的这些开示啊 都是好的 因为跟念佛呢 是处于相应的 有些人说 不管 好坏 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那因果何在呢 其实因果是这样子啦 因果呢 不是不可以变的 因果呢 还是有转变的这个机缘 如果说今天你说呢 完全因果呢 都不可能改变的话呢 就代表说 命运不能改 阿命运不能改的话 请问你今天来学佛 念佛做什么呢 各位你们今天啊 花了这么多时间 在上中来听课 来念佛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改命嘛 你不要说我什么都不求 什么都不求 你还来听 哪么可能 一定是有所求的吧 我讲命呢 俗一点啦 就改变了我们这种 发生会命 也是一种命 是希望说我们呢 是越来越好 所以呢 你要改变命运的时候 从时候呢 因果呢就会转变了 因果就会转变了 所以因果呢是可以转变的 只是你要找对的方法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因果是怎么讲 因果中间呢 一定要有一个圆 因加圆才能够变成果 如果因没有遇到圆 它是不会变成果的 所以圆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如果今天你是到了恶因 你遇到恶元 一定会显成恶果 但如果说今天呢 你这个因 遇到不同的圆 其实果报呢就跟着变了 就好像一个种子 种子呢 如果呢遇到呢 泥土遇到太阳 遇到雨水 它自然就会开花结果 但如果今天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或者被火烧 那长不出东西来了 所以遇到不同的圆 它就形成不同的果 同样的因 遇到不同的圆 形成不同的果 是相同的 今天呢 刚才我们像冠经所讲的 为什么念佛可以消掉八十一节的罪 因为呢 这是遇到阿弥陀佛的强缘 当之本愿最为强 这个强值的就是缘分 就是阿弥陀佛大愿业立为真上缘 也是缘分 因为我们念了佛呢 就可以靠上阿弥陀佛强而有力的缘分 会把我们过去的业呢 给化解掉 所以呢这个就是呢 可以改变的这个原理 没有说呢不能改变的 佛法不是宿命论 佛法宿命论的话呢 这个就跟其他世间人所讲的 佛法呢不是常法的 不是说你现在这样永远都是这样 不是的 它是可以改变的 是可以转变的 就是说你要找对方法 你要知道这个理论 虽然你不知道理论哪里念佛呢也可以 你念佛靠上佛业呢就可以转变 当然这是两种方式啦 不是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随便造业 其实佛弟子也不会随便造业啦 我常常说呢 这个有点就是理论上的东西 只能讲说有这样子的话 随便念佛人会造业 念佛人会随便造业吗 难道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去三万一代 不能去那边偷东西啊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不是很奇怪吗 不会这样子的吧 所以念佛人也不会随便造业啦 怎么可能完全反复不造业呢 不造业的话也不是佛啦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说 不管人讲随便造业啊 我们还是知道呢 这个事情呢是不好的 所以来说 我们一般讲啊 就是尽量念佛就是啦 我们尽力而为就好 凡复只能尽力而为啦 你要说你完全不造业呢 也不可能的 那是自己骗自己而已 但你说呢 你一直造业 那也不大可能 那你常常念佛怎么一直造业呢 你是整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呢 你不是整天去听那个disco 你整天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不知不觉很多习气呢 就会改变的 为什么结束呢 要念这个回向文 回向文可以说呢 是一种学佛念佛的人 一种呢 起愿 尤其上吼大师的回向文呢 特别的好 我以前在道场有讲过 不过那个影片呢 都还在排队当中 其实上吼大师的这个回向文啊 特别的有意义 他叫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愿以此功德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上吼大师的这个回向文啊 都是属于呢 这个靠佛力的 净土中永远是靠佛力的 不是靠自己回向 不要说愿以此功德 是愿以自己的功德来回向哦 你愿你的功德来回向 那就少了咧 我们愿以此功德呢 是愿以阿弥陀佛的功德 我们是靠阿弥陀佛的功德呢 来回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愿以此功德啊 平等是一切 我们愿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啊 来平等布施给一切的众生 你想想看今天 谁可以平等布施给一切的众生 就是阿弥陀佛吗 所以愿以此功德啊 是愿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呢 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呢 可以普度一切的众生 就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月 所讲的十方众生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 就是阿弥陀佛说他成佛 就说他布施给十方的众生 这就是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就是设我得佛十方众生 然后呢 同发菩提心 就是自今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实念 就希望众生呢 都可以发起念佛的心 这就是净土中的这个菩提心 最后呢就是往生安乐国 就是第十八月的 若不生者不起正觉 所以呢 善吾大师的回向祭 是根据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月呢 所来讲的 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希望说阿弥陀佛啊 这无量光色多功德 可以平等呢 给一切的众生加持的利益 不管他们求什么也好 最后希望呢 他们可以发起念佛的心 最后呢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国 是我们呢 不管做什么也好 都希望呢 所有的众生呢 能够得到这个念佛的利益就是 这是最好的 所以以后 我们来做一个呢 简单的回向 大众请合掌 接下来我念一遍 大众根深念一遍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Namo Amitofu Namo Amitofu